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觉得为什么会有很多女生被男生骗感激烈一些 因为怎么说 其实通俗一点就是说 其实有些女生她很傻 但是她也不是说贬义的傻 她可能就太容易相信别人的一些话 然后让这些男生觉得这个女生非常好骗 就是傻白甜这种 其实我觉得女生还是要学会保护自己 主要是就是没谈过感情的不好 就是没谈过感情的就是容易就是向往那种 就是美好的爱情嘛 就是一下其他男生就会利用他们这种心理 就是去欺骗他们的感情啊 偏色啥的 不成熟 心智不成熟 或者就被男生表面颜值啊各方面给吸引了 我觉得还是不成熟 我同意她说的 一方面就是男生就是不负责任吧 另一方面就是女生就是不太了解感情方面吧 我觉得可能是女生这方面的经验太少了吧 然后经历的比较少 比较天真呀 单纯 因为我觉得女生的本质就是很善良吧 就是一直以来就是女性就是比男性就是比较吃亏 所以说的渣男才比较多 比说渣女的很少 可能没有安全感或者缺爱吧 还有就是沙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